近來呢 北朝鮮是持續靠著文藝外交登上國際版面 像是之前平昌東奧的時候呢 平壤就派出了表演團 而日前南韓也有藝術團來訪問平壤 金正恩他還親自來捧場了 不過其實呢 十多年前雙方的文藝交流也曾經非常的密切 一開始看看 在少女時代成員徐璇的開場下 南韓藝術團平壤演出正式揭幕 當紅組和Red Velvet是唯一受邀的女團 四人又唱又跳 展現盤流偶像魅力 新生代打完投陣 長青組接著登場 68歲的趙榮碧是國寶及歌王 2005年他曾在平壤辦演唱會 開南韓樂壤之先 而這次也是吉他之後 魁為13年再有南韓藝人站上北朝鮮的舞台 除了趙榮碧 在北朝鮮人氣頗高的歌后李仙基 也與北朝鮮歌手彪桑演唱自己的出道名曲 南韓藝術團這次派出了堅強的卡斯 南瓜 老中青三代 十多人在兩個小時內輪番上陣 熱唱了26首歌 最後還南北藝人同台 底下的高官和觀眾也一起 手牽手全場大合唱 展現北朝鮮人的熱烈氣氛 有很多人在家外群的風靂 非常高ERE 大聲都比賽 結局在結合後 堅持歌手 結局在結合結合 然後結合 整天都比賽 還在結合 我悲傷了 话虽如此 但是从现场观众的表情看来 这种寒流style 显然还是太有距离 即使Red Velvet已经修过了舞步 降低杀气呛蜡感 依旧不合平壤人的胃口 在官媒播出的版本 甚至整段剪掉 让四人神隐 不过老百姓不买账无所谓 因为这个人点名他们就够了 重量级神秘贵宾金正恩 带着妻子李学祖和妹妹金语正 意外现身首场演出 见到大元帅亲临捧场 全场立刻立正鼓掌 其实金领导忙着发射飞弹之鱼 对韩团也是有在follow 看到Red Velvet台上竞歌热舞 又是开心打拍子 又是热烈拍手 嗨如粉丝 表演结束后 金正恩也和表演者一个个握手 最后还临时提议 来个大合照 身为第一位到现场观看南韩艺人 演出的北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这场秀果然看得龙心大悦 临去前还加码表示 双方的文艺交流应该经常举行 在南韩这次名为春江志的演出后 接下来可于秋天在首尔续托 拿一场秋道来 在行前记者会上 徐璇感性致辞 演出了演出主题春江志 患有这次的平壤行 是因为北朝鲜在平昌冬奥期间 曾派艺术团赴南韩演出 南韩决定礼尚往来 也组团回访 而外界关注的主持人 最后敲定徐璇 身为少女时代的盲内 徐璇的形象可爱又不识端庄 相当符合北朝鲜的审美观 另外在北朝鲜艺术团 来首尔表演时 徐璇也曾出场和歌手同唱 赢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据称当初南韩也曾将 红遍全球为国争光的 江南大叔赛列入了推荐卡斯中 但是却遭到北朝鲜打枪 理由是这位作风太狂 与当地的保守民风有文化冲突 鸟叔被挡了下来 而北朝鲜民众熟知的 演歌歌手崔晨熙 摇滚乐团主唱《引渡旋》 以及韩剧主题曲女王白志荣等人 平壤当局则是点头欢迎 虽然表演形成紧凑 但是众家艺人还是要抽空 前往著名食府御流馆 因为都来平壤了 怎么能不去吃招牌美食冷面 冷面是朝鲜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 聚集在冷面发源于 19世纪中叶的平壤和咸心地区 因此很多人认为 朝鲜的冷面最为正宗 而御流馆的冷面更是九富盛名 除了观光客涌入朝圣 当地的民众也把来御流馆吃冷面 当成人间乐事 结束两场演出 艺术团圆满达成任务返回首尔 也为两韩的文艺交流开启新业 其实早在2000年金大中和金正日 举行第一次南北峰会后 双方的文艺交流就曾有过一波高峰期 北朝鲜学生团体来韩表演 两韩男女高音合唱 两韩交响乐团联合演出 南韩电视台到平壤 举行户外歌唱会 2000年代初期 双方你来我往交流密切 但是之后受到了天安剑 和延平岛炮击等事件影响 开始陷入停滞 直到上个月 双方以平昌冬奥为契机 由北朝鲜先派遣艺术团富含演出 让中段许久的文艺交流 又开始搭上线 原本外界猜测前来破冰的 应该是大名鼎鼎的牡丹风乐团 但是名单揭晓 却是三十元管弦乐团 虽然较为低调少曝光 但是同样表演精彩 同样美女如云 颜值素质都和牡丹风有得拼 不过要说乐团第一品牌 当然还是非牡丹风莫属 看到的这五张就是刚刚店员向我推荐的最畅销的五张演唱会的视频 其中有三张都是牡丹风乐团的 2012年由金正恩亲自挑选成立的牡丹风乐团 在传统的演唱风格中融入了西方和现代元素 让人耳目一新 藤原全都是金元军音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个个在背超鲜都是家喻户晓的大咖 而先前以一席贵气毛大衣气场强大 现身南韩的高干玄松月 就曾是牡丹风的首任团长 不管是三尺鸢还是牡丹风 站上舞台就是吸睛 金正恩派这批娘子军出访搞美女外交 可以为自己淡化高压独裁的色彩形象大大加分 也难怪这支美丽的队伍至今仍是被朝鲜最亮眼的政治武器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